尽管傍晚英語綿綿天色灰暗 女王的靈鹿依然如皇冠鑽石般耀眼奪目 这辆靈车跟已故丈夫菲利普亲王一样 都是亲自参与设计 选择英国豪车品牌捷豹的Land Rover越野车改装而成 车身是贵胄专用的皇家酒红色 两侧跟车尾有三面大玻璃窗 车顶大天窗还设置三盏聚光灯 车上还有女王的专属密码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所有人能够深刻铭记女王的最后旅程 当然也包括她疼爱的孙子威廉与哈利 女王的过世成为兄弟俩的破冰契机 难得同框献身温纱宝外 威廉与凯德夫妇所到之处民众抢着握手 相较直下哈利跟梅根这边 梅根伸出亲切的手主动寒暄 但是民众异性阑珊全血在脸上 梅根尴尬到撇脸剥头发 现在就连皇室也处处提防这对夫妻 外传哈利跟梅根在女王白金西庆祝的时候 私自带摄影师参加活动惹闹了皇室 现在传出桑仪期间不准 她跟哥哥威廉同桌共餐 就是担心即将出书的梅根 会为了打书而透露桑仪秘心 干脆社交隔离求自保 do you think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would welcome them back with open arms I think so these things are he's always been harry's always been like very much even after william married there was plenty of fun to be had in front of the cameras 然而王初威廉恐怕比他的父亲查尔斯 以前还忙 因为哈利放弃王室头衔 皇室沉重职责 都要靠他一个人独自扛气 TV全中的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明镜与点点栏目